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小海面爱生活 全球的国家那么多,每一个地方的风俗都是不一样的 但对于结婚这件中山大事,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很重视 但有一个国家就不一样,它有一个合法的新娘市场 南方要是看上了新娘,只要给2万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这个神奇的国家就是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是欧洲东部的一个国家 在这个国家的旧扎哥拉地区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传统 就是买卖新娘,而且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买卖新娘的集市 每年的托罗多夫日,人们就会聚集在这个新娘集市 男女双方要是相中之后,男方可以用2到3万元不等的价钱 将新娘买回,因为大多数的女孩都是带着父母来集市的 所以在双方互相看好之后呢,父母还可以帮忙讲价格 看到买卖新娘这个风俗,大家可能会以为这个国家很开放 但其实是相反的,这里的男女在未成年之前是不能接触到异性的 并且呢,女孩子在15岁之前呢,就要离开学校避免被异性所诱惑 这也就让新娘市场成为了他们唯一揭持对方的纽带 对于保加利亚这个古老习俗,小伙伴们是怎么想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,记得点击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